下面的提醒就是一種常常考試會出的提醒 它並不難 只是很囉嗦 很麻煩 因為你要分段 穩定的熱源加熱-20度C的冰 10分鐘後變成10度C的冰 請問你熱源每分鐘供熱有多少卡 冰的比熱0.5 這種題目就是要把它分段 你要弄清楚你從A狀況變成最後的C狀況 中間到底經過了幾段 這個分了三段 第一個要從-20度C的冰變成0度C的冰 但是0度C的冰不會直接變成10度C的水 0度C的冰要先變成0度C的水 所以說一個平的一段 然後再從0度C的水變成10度C的水 所以總共有幾段? 三段 它的加熱過程 吸收過程有三段 你就要分段算 有冰吸熱有溫度變化的要帶的是M S Data T 溫化的要帶的是M乘以Q 所以要分開帶 一段 就一段一段算 第一段 冰-20變成0 質量50 比熱0.5 高溫減低溫 0減-20 第一段 第二段 融化 M乘Q 質量50 融化熱80 50乘80 第三段 零度C的水變成10度C的水 M S Data T 質量50 比熱1 溫度變化 高溫減低溫 10減0 拆成三段算 然後就把它算完加起來就好了 算完加強 然後這個是 10分鐘 1分鐘給要H 乘以10分鐘 H乘以10 熱量 認真算 努力算 好好算 不要算錯 答案就會對了 所以每分鐘500卡 所以我們答案選B 所以力題11 我們答案選的是B 每分鐘500卡 好接下來就換各位 類似題 0度C的冰 加一個變成120度C的水蒸氣 好 0度C的冰不會直接變水蒸氣 0度C的冰要先變成0度C的水 0度C的水要變成100度C的水 100度C的水蒸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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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變成120度C的水蒸氣 所以這個加過程有幾段 4段 加過程有4段 我想過了 它不難 囉嗦 你要算很多段而已 有溫度變化的 帶MS Delta T 狀態改變的 帶MXQ 就對了 就這樣 請問你答案多少 請問你答案多少 好 來 三位 22 33 and 有沒有可愛小女生 3號 上來 22 33 跟3號 上來 22 自由生 自由生 放掉他 32 32 32 33跟3號 上來 323 33跟3號 上來 把黑板刷掉 快快快快 我告訴你了 他分4段 4段分開算加起來就對了 快點 快點 3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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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哪裡 3號 給我寫我不會 快點 不要踢到我的線 帶拆到魚 另一手 解釋 算了 快點 插掉 我說要分4段嘛 五說 我不會 丁 但是跟我 你不是整體嗎? 好,寫個我不會 很好 你要寫個我不會嗎? 不會寫我不會 跟何氣 不亂湊 好啦,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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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不會 回家回家 通通都不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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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好 答案 答案是C 14592 14592 來 分段 四段 冰融化 水吸熱 水氣化 水氣吸熱 四段 水氣吸熱 水氣吸熱 有溫度變化 代M S T 冰融化 水氣化 沒有溫度變化 代M乘以Q 等一句 分四段算 第一段 冰融化 M乘以Q 20公克 溫化要80 20乘80 第二段 0度C的水 變100度C的水 溫度有變化 M SDRT 20乘1 高溫減低溫 100-0 第三段 水氣化 M乘Q 質量20 氣化要540 20乘540 第三段 水蒸氣 升溫 M SDRT 質量20 比熱 再告訴我0.48 溫度變化 120-100 然後理化就結束了 後面叫做認真算數學 數學而已啊 簡單的乘法而已啊 還有加上簡單的加法啊 成文再把它加起來啊 答案就有了啊 所以它是14592啊 就這樣 剛剛跟你說了 這個題目不難 就是煩 它分很多段 最多可以分五段 最多可以分五段 -20度C的B 變成130度C的水蒸氣 那可以分五段 慢慢算把它加起來就可以了 就這樣子 並沒有什麼特別的 公式就是M SDRT跟M乘以Q 就如此這般而已 OK